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雞腿哥哥 今天要來跟各位分享明朝的遊戲攻略 希望可以透過這部影片 讓各位輕鬆打贏45等的幽冥鐵騎 接下來我們就不囉嗦直接開始吧 首先當劇情打到騎池村之後 來到這裡的中蘇姓標 往前走就會看到這次的重點名冤鐵騎 那他的攻擊力非常高 基本上打一下不是秒殺就是殘血 雖然可以靠彈刀或者閃避這些技巧來攻略 但對於守殘檔來說還是比較困難一點的 於是我就想到一個超無腦破解法 基本上只要有手就行 角色方面我們要選擇赤霞 就算完全沒練也OK 但考量到時間建議還是剩下會比較好 接下來當我們攻擊他之後 直接站到石頭上 這樣子對手就會被卡住了 接下來就是無情攻擊就好 然後不跳躍角色就不會掉下去 這個樣子就可以輕鬆躍擊挑戰 在這邊恭喜各位也能順利通關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刷首抽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可以使用雷電模擬器 因為雷電內建多開操作 配多的帳號同時速刷 對於首抽來說相當方便 不用一個一個帳號慢慢進行 所以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那以上就是這次為明朝帶來的遊戲攻略 希望大家會喜歡 可以的話請幫我訂閱、按讚、留言 我是基特哥哥 我們下次見掰囉 要是嗎? 我要用手 正義的恩恤 登場! 一 エヘ 行くよ 絶好調だ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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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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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